其實這兩個事件來講 花蓮這個事件是比較令人擔心 因為花蓮如果是醫院的話 如果可能是醫院內感染那就麻煩 因為我們現在最重要是要保持我們的醫療量能 那如果我們的醫院現在守得不好的話 那我們醫療量能就會受到很大的疾病 像花蓮如果有個醫院有很多人被感染 萬一花蓮有病人的話 那就比較難去照顧他們 因為我們現在怕兩種人 一種人就是維持目前減災所需要的人 那減災所需要的人一個就是醫療工作人員 另外一個其實就是衛生行政人員 因為衛生行政人員是維持整個減災 也是比較的他們要安排住院 安排藥品的發送這些都是需要他們 那另外一種就是怕感染到那個老的人 那老的人就是譬如說長照機構或什麼 那這些瘟疫感染到的話 重生就死了就會迅速的增加 所以現在就是這兩個事件 反正不管怎樣這兩個事件都代表 我們的很多機構的那個感控 其實是需要再加強 不然的話就很麻煩 不過兩個事件看起來 醫院的事件是比較令人擔心的 台灣藥物不夠 疫苗打的不夠多 那群眾症分流目前開始開始做 那其實也還沒有非常的熟練 或者非常的得心應手 這個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 可是目前為止還可以 還沒有到很慌亂的地步 應該我們大家努力一點 應該可以了 至少要到一百萬劑會比較安全 一百萬人份 三十六萬人份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照我們的規定 用三十六萬人份 也是要也不知道能撐多久 因為如果你開始感染到中老年人 很快就會用掉了 就是第一個三十萬份 如果能夠到當然是最好 至少決然沒自己 可能可以撐一段時間 可是如果你要度過這整個到冬天 你這樣應該還是不夠的 還是要多準備一些 我們現在最最重要的就是說 中安疫情指揮中心要出來說明 目前這個疫病的演變 到底是怎樣 我們已經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從抗疫防疫到現在 要勇敢的面對疫情 這個需要出來跟民眾說明 接著才是一些政策的調整 政策的調整就是說我們怎麼樣來面對 面對就是勇敢的面對疫情 我們怎麼勇敢面對疫情 我們就是要增加這些自然感染的這種 這種 人數 民眾 對這種人數 然後提高我們民眾的這種抗體的比率 所以我們只能夠說靠自然感染再配合不夠好的疫苗 來增加我們群體的民意的效果 所以這個整個觀念是要改過來的 再來我們的中安疫情指揮的東西 要跟醫界做一個 做一個 等於是共識 中央的政策目前是要怎麼做 讓我們的醫界有一個了解 那必要的話他們也可以提出他們的見言 我們比較擔心的就是重症 那重症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年紀大的人 所以你就要去做疫苗的這種 覆蓋力的宣導 特別在年紀大的人 我們現在65歲以上的年齡長者 我們的疫苗的施打力不到三分之二 這個是需要去宣導的 假如說有症狀的感染者 不會變成重症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準備足夠的藥物 來給這些輕症去使用 他預估要買的量是人口的 總人口的3% 那比較安全的做法是 要買到5%比較安全